哈囉,大家好,189 最近中國武漢這座城市 終於跟上美國舊金山的步伐了 推出無人計程車的服務 等等,出大包了 並且引起巨大名怨 我先把這個名怨說一下 再說出了什麼樣的大包 一家叫做蘿蔔快跑的公司 在武漢某個小規模區域 試點後續將推廣到北京、上海等等20多個城市 並且在武漢已經有500多輛無人計程車了 目標年底增加1000台以上 而這引發了開出租車司機的強烈不滿 包含開那種類似Uber他們叫什麼滴滴打車那種 私家車去拉人 因為搭乘10公里的無人計程車 只要踢快人民幣 這什麼概念呢? 就是我們台灣人從南港車站 搭計程車到台北車站這樣的距離 只要30塊人民幣 是不是經濟實惠又划算呢? 按照台灣最低標準的時薪 我們可以搭6趟耶 而這一系列的操作之下 才讓一堆開計程車的人 甚至一堆送外賣的也開始擔心自己即將失業 對吧? 先是計程車 然後後面可能跟進到公車 跟進到這個送外賣的 再跟進到一些開大卡車的 還有開一些油罐車的 如果我是中國共產黨 我會非常希望開油罐車的都是無人駕駛 是什麼? 你們自己細品就知道為什麼了 那這些人他們擔心的是 我又要消價內捲競爭了 你看我以前在公司上班 我都要跟別人拼內捲 我都要比你更拼 結果我好不容易出來開計程車了 你又推出了一個讓我內捲到 我真的無法接受地步的這種價格 那你還讓我怎麼捲呢? 那就有一個叫做青山不易的中國網友啊 他把中共歷年來整頓行業 講好聽點是整頓 講難聽點就是 我限制你們賺錢的管道 我要把你們的錢都撥出來 中共鐵拳過教培行業 鐵拳過互聯網巨頭 鐵拳房地產 鐵拳醫療 鐵拳外資 鐵拳直播行業 鐵拳遊戲 鐵拳金融業的時候 這些人從來不關心 我會大規模失業 前幾年鐵拳富士康的時候也是 現在這個鄭州富士康 大撤資 這些人從來不關心 但是現在很多人 看到這個無人出租車之後 就開始要擔心大面積失業了 為什麼這些人湧向網約車行業 想過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 在中國是開計程車是送外賣的? 因為中國經濟通縮嘛 中國經濟不好嘛 失業率大增嘛 你只好去開計程車 或是開類似Uber 外賣的人 這些人其實 遠比中共自己統計的 數據還要更高 而現在的中國 這些行業都是過於飽和的 送外賣的開計程車的人 遠遠都比搭乘的人 多的多的去了 對吧? 之前有分享給大家看過一些片段 其實還蠻多的啦 很多這個 三四線城市的外賣員 都在街上等 目測大概四五十名聚集在一兩條街 在那邊搶單 一群司機在機場 上海浦東機場 甚至北京的機場 都等了半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 才有人搭 而上海很多司機啊 是不拉基本費用距離的 像我們在台北搭車的基本費用是八十還九十 你超出了這個里程數 他就要往上跳表嘛 五塊五塊這樣加嘛 那上海很多司機是不拉這種的 而我們要了解啊 以前盛上在鐵拳這些行業的時候啊 為什麼沒有那麼多人關心? 而且是很多人擔心的 因為剛剛說了這些醫療啊 包含房地產 金融 貝鐵拳 你還是有很多基層的行業可以做 如果你真的走投無路怎麼辦 你可以去開計程車啊 你可以去送外賣啊 所以在中國很多人就是因為 打螺絲打不到工作了 所以跑去送外賣了 跑去貸款買車 買二手車 買個小店鋁 然後自己去做這個行業 那現在你又讓這些走投無路的人 去銷架競爭 自然很多人會煩啊 那你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蘿蔔快跑這家公司啊 找了非常多的中國小網紅小網美 去搭乘拍片說 你看多便宜多划算 多智能啊 台灣啊 日本啊 美國都還沒這玩意兒 跟台灣表面那樣 我估計鍾明軒應該這幾個月也會過去說 哈你看中國武漢耶 你們可以去看這個近期有沒有是台灣人 要去那邊拍 中國蘿蔔快跑 無人技能車 台灣省人都沒有 嚇得瑟瑟發抖 中國的科技原來這麼大 綠銀還說 中國晶片被美國掐脖子 應該會有這些影片出來啦 一堆拉油罐車的 拉大卡車的人也開始擔心了 我們失業或是消價競爭是遲到的事情 像是台灣一些校園啊 一些園區啊 會有無人公車嘛 不是台灣做不到 而是很多的法條法規與人情事故的層面 你需要做好再上路 那出包的點在哪呢 有很多武漢的網友 都說自從蘿蔔快跑上路之後呢 常常看見交通堵塞 要等警察到現場維穩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 搞笑的影片哈 一台兩台兩台蘿蔔快跑 擋在路中間一台還是橫著停的有沒有 你知道嗎 在學那個琴果啊 合縱聯合那個是 而還有內部的員工匿名爆料說 我們蘿蔔快跑無人駕駛的網約車啊 出現並非對客運司機的行業取代 無人駕駛網約車後台有安全員等崗位 在後台坐艙中一個人就能監控三到五台車 他表示武漢已經開始落地了 全國的無人駕駛網約車都有專門的 艙位進行後台監控 就是每個人負責三到五台不等的網約車監控 如果無人計程車發生這個問題 你可以切換到人工遠端駕駛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大家看看風行中國的蘿蔔快跑自動駕駛 可以說號稱是超過特斯拉 但是每一輛所謂無人駕駛車的背後 都是有工作人員在遠程操控 那麼這是真的無人駕駛 可以說是真正的一個國際效果 當然啦 蘿蔔快跑這家公司出來辟謠說 這是不使謠言 估計這段影片是台灣攝影棚對吧 其實他們是在玩遊戲直播 他們在訓練賽車F1手 那我相信很多小粉紅就會說 這肯定是假的是擺拍的啊 不然的話為什麼武漢那邊會卡住兩台 如果可以切換人工為什麼還卡住 誒你說到重點了 是不是這個他們工作量太大來不及負荷呢 他們沒注意到呢 還是你們斷網了呢 連線系統對不上了呢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要洗地的時候 我們先把後續可能的問題先想清楚 我們在洗地才不會被打臉 其實歐美的一些工程很早就開始這麼做了 面對一些特定行業跟特定工程的時候 他們會讓人遠端的開挖土機或是開起重機 前幾個月我還刷到很多這種美國的影片 如果你做得到像美國這樣非常非常低延期 然後你人工操作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問題是你蘿蔔快跑是主打無人駕駛 沒有人員沒有人力的 結果你還不是一堆人在後面手動監控 現在變成一個人要開三到五台車 以前是一個人開一台 你說這個這到底在幹什麼啊 這是進步嘛 假如你這段時間負責的兩台出問題了 你要怎麼辦 所以會不會出現剛剛這樣的問題 卡在路中間 是員工忙不過來的 還是你連線系統故障呢 非常高的延遲有沒有 譬如說你方向盤往左過了五分鐘 駕駛的車太往左 這也是非常棒啊 非常高的延遲 高就是對的嘛 對吧就像中國的高樓大廈一樣很高嘛 當然我們非常歡迎中國全面推動這種無人駕駛 分用10公里7塊錢 未來一兩年甚至推廣到無人送外賣 到時候啊 未來一兩年啊 全面的推動無人外賣 包含無人機也好 包含無人的電瓶車也好 一定要到無人的哦 到時候我就來看 這些已經是要去做 這個外送開出租車的人啊 他們還剩下什麼可以去做 變成我要去蘿蔔快手上班啦 我以前一個人開一台 我現在一個人開三到五台啊 其實大家不信任的是中共這個體制 跟中共會幹出什麼尿性 你現在連國營企業都可以搞出這個 器材沒油的實用油了 到底在中國還有什麼是可以信的呢 而最近中國遍地章線中 李志成的事情是越來越多了 明末李志成他就是驛戰被裁員 然後出來造反 那近期就有中國網友統計 光5到6月份哦 中國S人的事情就有60多期 也有網友統計光7月份哦 東北就有12期以上的重大連續S人事件 今天也才13號耶 然後呢 沈陽公安局就放話哈 已經把這5位等等造謠的網友 行政拘留了5天 他們只是把中國媒體自己報道的事情 再統整一起怎麼造謠了呢 分開說可以合在一起就不行啦 其實細細想想啊 中共國目前的情況跟明末是比較相近的 反而跟清末不太一樣啊 我們以鼓借金哦 讓大家有一個全盤的概念 明末這段時間啊大概持續了四五十年左右 那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從東陵黨征開始嘛 以前國文課大家應該都上過 左光斗入獄案對吧 當時老師還會說這個魏宗賢很壞啊 你看這個左光斗愛國愛民的大臣怎麼被這樣搞了呢 東陵黨是受害者 雖然不是所有東陵黨或是支持東陵黨的人 都是壞蛋都是貪污犯 但為什麼他的對立面魏宗賢那個黨 燕黨那一派的人一死之後 燕黨負面之後 東陵黨全面執政之後 明帝國的國家財政開始陸續出現嚴重的問題呢 官員一直貪污嘛 然後就打戰嘛 贈災嘛 沒錢嘛 那沒錢怎麼辦 叫皇帝拿出內堂出來啊 我們大臣沒有錢 一個更誇張更嚴重的問題 大家可能還沒意識到 因為現在科技進步 而且又有上帝視角 我們可以發現 1540年到1640年將近一百多年 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發現了大量的白銀 開始流入歐洲 所以開始流入歐洲之後 使得歐洲的白銀購買力大跌 然後呢 西班牙人就另尋出路 把白銀流入到大銘 因為稅改的問題啊 所以當時的大銘國人啊 比起金條更喜歡白銀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金條的嘛 那其他國家 日本跟印度的白銀也流入了大銘 因為大銘國人都非常愛白銀 而西班牙在挖到這個銀礦之後 成為爆發物 開始偉大復興 自視升高 擴大軍費開支 在1588年啊 被英國打敗了這個無敵艦隊的神話 破滅換成英國的日不落帝國 那西班牙在1618年啊 打了將近30多年的獨立戰爭 所以又造成了西班牙財政花費巨大 而日本也開始索伯政策啦 西班牙也開始限制商船進入大明 一直到1642年才完全中斷白銀流入大明 那包含印度的航線嘛 而此時啊 距離李志成攻破北京僅剩兩年 那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啊 白銀大量的流入大明之後呢 你的物品是沒有跟上的 你的生產力也通通都沒有跟上 那你的物價是不是越來越高 那你物價越來越高 但是你的薪水沒有漲 而當時的大明沒有通膨調漲機制 也沒有金融學的概念 沒有金融知識 那你要知道啊 此時此刻的威尼斯跟荷蘭嘛 早就開始發行了股票啊 跟國債的概念 所以物價越高薪水沒漲 那就是官員加大貪污 搶農民的地 這個地方財政收入又差了怎麼辦 財源呢 到目前為止 除了通膨之外 全部都符合中國現在的國情對吧 那物價又越來越高了 那我要幹嘛 我要加稅 你看加稅這條 倒查30年 又跟中共是現在是一樣了 整整系列操作一下來 貪官又越來越多了嘛 那不巧又碰上疫情 還有地球的小冰河期 導致飢荒 所以現在看來啊 中國跟大明唯一的區別 就在於中國是通縮 大明是通膨 其他都對上 包含啊 大坎自己的將領 跟自己的官員對吧 崇禎死之前還說這個 文臣皆可殺之 包含這個崇禎皇帝 大殺自己的親信 大殺自己的那個對外抗戰的將領 剩上去年紀念不也在幹這個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非常怪 中國去年的印鈔總和 可是超過了歐美的總和 那你要知道 歐美的這個消費力跟購買力 遠遠比中國還來的強大 那按理這樣說 中國應該通膨到爆炸變成委內瑞拉之類的 對吧 但為什麼他通縮呢 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吧 小小見了 掰